那我们就要先了解 为什么保险公司要加入PIDM 这是因为保险公司存在很高的风险 保险公司收到投保人的保费后 会把保费注入他们所建立的特定资金池里 然后分配这些资金去做投资和赔偿投保人的医疗需要 投资是有很大的风险 如果保险公司投资方面出现亏损 造成资金池严重损失 这样就不能够赔偿投保人的医疗费了 这也是为什么保险公司必须是PIDM的会员 因为只要保险公司出现严重亏损的问题 导致公司倒闭 PIDM里的成员保险公司会延续投保人的保障 和缩赔投保人 那看回我们Gattercare的分摊计划就知道 我们是没有在公司内部建立资金池 我们是建立第一个第三方管理基金 来收分享子两个月的押金 以应付共享者们在医疗费缩赔 最重要的是 我们没有权利动用基金里面属于共享者的资金 也不能拿去做投资 这些资金只可以用在缩赔医疗账单上 再来如果共享者感觉Gattercare计划不好 只需要在系统里面填写推出信息 就可以在两个月内拿回你的基金 里面剩下的余款 所以Gattercare不会因为投资失败而导致公司倒闭 今天的Ask Gideon篇章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有任何对Gattercare的疑问 欢迎你们在以下留言 我会一一的为你们解答